这个就是Dragon Windows版本的视窗画面 第一部分 安装所需要的软体 前面两个软体是Python和Beat 如果您已经有安装过这两个软体 请直接跳到NVIDIA Q的安装 来到影片下方 点开这里 按住键盘的Ctrl键 用滑鼠点开这两个网址 点第一个Python下载网页 这边的版本是Python 3.10.11 把画面往下拉 点64bit的这一个下载 点储存 下载完毕后点开它 点执行按钮 将底下的这个选项打勾 点Install now开始安装 点Tools按钮完成Python安装 再按下键盘的Windows键加上R键 输入CMD后按Enter叫出命令提示资源 输入Python-version后按Enter来检查是否安装无物 有看到像这样的版本就OK了 如果出现是这样的错误讯息 也确认刚刚安装底下那个选项有勾选 将电脑重新开机 再测一次就会抓到版本了 Python安装完后 再来安装Beat 先把Python网页关闭 来到Beat网页的下方 要下载64bit这一个 点它下载 下载完毕后点这边打开 点执行按钮 这边一直点Next按钮 点到开始安装为止 因为老阿贝之前有装过了 所以愿要不要覆盖 安装完毕后 取消这个打勾 点Finish 跟Python一样来检查看看 安装有没有问题 按键盘Windows加R 输入CMD后按Enter 输入Beat和Enter 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 就表示安装OK 如果您出现的是这样 一样请将电脑重新开机 再这一次应该就抓得到了 正确安装完毕后 这两个就可以关闭了 再来是NVIDIA Q的安装 因为GREG GAME目前的版本 在老阿贝两台电脑测试 都指向容于Q的11.8 所以如果你之前 有安装过其他的版本 请先记住您现在的版本 并将现在的版本先移除 如果你安装Q的11.8版本 造成你原先的软体 发生错误的话 您还可以安装回来 原来的版本 老阿贝原先是Q的12.1 后来改成Q的11.8 目前其他的软体 都没有发生错误 记住原先的版本 就跟备份一样 只是一个保险了 确定这边 没有其他版本的Q的后 回到影片的下方 有人问老阿贝的网络 怎么会下载这么快 其实老阿贝的网络不快 是为了不浪费各位的时间 把时间压缩了 向这个3G的Q的下载 就花了十来分钟 下载完毕后 点这边开启 Q的安装程式 点OK 点同意并继续 点自定 进阶选项 点下一步 这边只要安装Q的即可 所以把其他的选项取消 勾选 再点下一步 如果您的吸槽空间不够 可在这边改其他槽来安装 点下一步 点这边打勾 点Next按钮 就会开始安装Q的Toolkit 跑完后 点下一步 点关闭 最后再到控制台的应用程式 查看Q的Toolkit 11.8 是否有正确安装 正确的话 会有这几个Q的程式 因为每个人电脑环境都不一样 安装完毕后 有的电脑需要重新开机 有的则不用 保险起见建议重新开机 第二部分 下载并安装Dragon 老阿贝已经将安装过程 写成一个批次档 一样到影片下方 点Dragon下载安装网址 点下载图示 选择您要安装Dragon的目录 点层档 关闭Dragon下载网页 点刚刚下载的压缩档 点在资料夹中显示 点两下开启Dragon 压缩档 将这两个档案复制起来 移到上一个目录 在空白处 点滑鼠右键 选择贴上 这边需要输入密码 密码在影片下方这里 解压缩完成后 会得到两个档案 先开启这一个档案来安装Dragon 点其他资讯 再点执行按钮 有看到这个命令提示资源 就开始安装Dragon 安装程序会在这个目录底下 新增一个Dragon资料夹 安装完成后 容量大概接近3G左右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下载 这部分老阿贝等了十几分钟 有时会看到Dragon安装程序 一直停在那边不动 那是因为还在下载 可叫出工作管理员查看 这边有出现橘色的警告 将绿色的部分选取 按滑鼠右键先复制起来备用 如果您的PIP之前 有更新到23.1.2版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个警告 当看到下列这一串文字时 表示Dragon下载安装完成 关闭安装程序 回到档案总管 打开Dragon资料夹 找到Dragon UI档 这个就是Dragon的执行档 第三部分 下载Dragon Model 一样在影片的下方 点其他Model下载网址 将画面往下拉 这一个Stylic and Human Model 在安装的时候 没有被下载下来 这边有两个下载 这个还没有是出来 点着一个下载 储存到Dragon资料夹里头的Tackpoints资料夹中 下载完毕后 进入最后一部分 第四部分 Dragon執行与简易操作教学 打开档案总管 来到您安装Dragon资料夹 找到Dragon UI档 点滑鼠两下执行 这边就是Dragon Windows版本的操作界面 一开始再入Model会比较久 出现图形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点这边有放大的效果 点这个按钮 可以选择不同的Model 来选择刚刚下载的Human Model 调整Sick可以变换不同的图片 在图片上点一下 红点为开始 再点一下出现蓝点为结束 点Start按钮 就会从红点移到蓝点 便会有转头的效果 Windows版本 点太大 都把脸遮住了 旁边Stop按钮是停止移动 上面的按钮是清除所有的点 来试着移动脚看看 OK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移动范围如果太大的话 整张图就会变得很奇怪 点这边的Reset按钮 可以恢复成原来的图片 这边有Mask遮罩 可以限制移动范围 点这个按钮 可以在图片上画出遮罩范围 再点这个按钮 可以让我们设定红点和蓝点 当要超出这照范围时 图片就会卡在这边 点Stop停止 过了一天 老阿贝还是不知道 遮罩真正的用途 这边可以调整遮罩范围的大小 像这样 点这个按钮 可以清除遮罩 跟Collaboratory版本 不同的地方在这边 多了一个Capture的功能 有Save Image和SaveG 用i两个按钮 SaveImage储存图片 SaveGUI除了图片之外 旁边的操作界面也一并储存 来试看看 它会储存在这个路径 这是SaveImage 这是SaveGUI 可能是老阿贝的电脑跑不太动 感觉用起来卡卡的 不过 比Collaboratory顺多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 再记得帮老阿贝 订阅 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鞠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